美国将会在年底迎接总统大选 而民主党的美国总统拜登 为了要寻求连任 争取更多年轻人支持 所以在周一的时候 是宣布了最新的学贷减免计划 那这也几乎是笃定 会代表共和党来参选的前总统川普 是把目标放在中间选民 他首度明确的表态 反对全国性堕胎禁令 美国总统拜登 十八号宣布新的学贷减免计划 不同于去年 遭法院阻挡的版本 新计划将取消高达两万美元的学贷 利息 被学贷超过二十年的人 也不用继续偿还 整体计划预估将让三千万 美国人受贿 尤其是那些因为无法支付 学贷利息导致债务逐渐增加的族群 拜登表示他想藉此提供每个人 公平的机会和追寻梦想的自由 美国高等教育费用持续上涨 学贷减免是拜登的竞选承诺 去年高达四千三百亿的学贷减免计划 遭美国最高法院组党 美国政府只好先针对特定族群 减免学贷 如公务员或低收入族群 目前已取消了将近一千四百四十亿美元的 学贷 尽管共和党批评 这些措施是把财政负担 专加到纳税人身上 民主党却认为这么做 有助于吸引年轻选民 几乎确定代表共和党教主 二零二四总统大选的前总统川普 则透过社群影片拒绝支持 全国性堕胎禁令 表示堕胎法规应交由各州自行决定 美国最高法院在二零二二年 推翻一九七三年罗素维德案的堕胎 合法化裁决 堕胎权因此成为美国本次选举重要 议题 而川普这次的言论 是他至今为止对堕胎权 最明确的表态 不过川普的表态 却引来共和党人士批评 那些坚定反堕胎的党员 认为先前因为川普反堕胎 而支持他的选民 现在可说是被打脸 公司新闻两院编译